爸爸 明天 你看错人了 爸爸出差一去 怎么可能是爸爸呀 是爸爸 在哪儿呢 那儿 光明呢 出差了 昨天半夜接个电话 你那儿早早门分机 去冰城了 哪儿呢 是婷婷她爸爸吗 梅姥姥 那是我爸爸 刚刚坐车走了 要不然我打个电话 直接问问吧 给谁要 徐光明啊 打电话怎么说 告诉他 你看见他跟一个小妖精 从酒店里出来了 你想想后果 你要是跟他们说了 不管是真是假 就你们盯雪的火爆脾气呀 把他们两个就毁了 明白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 看见了 就装作没看见 对 就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没发生 妈妈 冰雪回来了 梅阿姨 我猫呢 回家取点东西 让我看着婷婷 快进来 换鞋 妈 我回来了 干什么呢 猫咪回来了 猫咪回来了 下面起风了 我过来找件衣服给他 那是书房 婷婷房间在这儿 我 我找你朋友伙似的 徐老师 就这儿 这么快 孟主啊 我还是不明白 你看你大学这些年 带过你的老师不少 我既不是你的班主任 又不是你的毕业论文导师 这种好事 为什么落在我头上呢 因为 您在我的心中 与众不同 喂 对 在酒店呢 哪儿的酒店 当然是槟城的酒店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算了 算了 等你回来再说吧 行 我 我明天就回来了 好 拜拜 我给程婷买了个礼物 簽木 我自己没有 Rein 是啊 Hej 萌萌 她是我妹妹 好 那就叫萌萌 事要办得顺利吗 顺利 其实就是十分钟的事 很快就解决了 那怎么不早回来 本来是想昨天晚上回来的 但是他们老总啊 非留我们在那儿吃饭 本来说今天还要请 我说家里边有事 就提前回来了 爸爸 昨天我看见一个人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不会吧 嗯 姥姥也看见了 可姥姥非说我看错了 真的 妈 怎么了 没事吧 坐久了可能脚有点麻 妈 怎么了 你是不是生气了 没什么 妈有点不舒服 我想我去睡一会儿 不舒服 那你上楼 我说你这个孩子啊 你就是个糊涂蛋 你把话说清楚了 我怎么了 你就是个糊涂蛋 你今天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对 我脑子出问题了 莫名其妙 来 回来了 回来了 丁丁睡了 来 妈今天怎么了 不知道啊 莫名其妙的 你说 她是不是更年轻没跟完呢 对了 你见了那边老总 他们怎么说的 房子的事情没问题吧 没问题 说好的事情怎么会有变化呢 行 那我们下午就去民阵局吧 有结婚证呢 你是不是拿走了 我没动 那上哪儿去了 前两天我还看见了 会不会是妈拿走了 有可能 我终于想明白了 为什么我妈会生气 她就是不想让我们去办假离婚 这证一定是她拿走的 跟她怎么说都是不明白 她怎么越来越糊涂了呢 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啊 拿回来啊 我说这个丁雪 帮我晾两件衣服到现在怎么还不来啊 妈 妈妈 你先坐 你别着急 那婷婷 你帮姥姥点吧 肉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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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确词 真的吗 不可以 你妈那个大小姐 她干的那个活 亲都没亲干净 就这么亮起来 哎呀